不知道各位信不清楚 上個星期三是國際跨性別現生日 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 每年的3月31日 就是要來特別慶祝 然後歡慶這些跨性別的族群 那有這一天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能這個樣子 為這些LGBTQ的人慶祝 崇拜重視的一天還不夠多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只有3月31號的跨性別現生日 還有女同志現生日4月26 國際不再孔同日5月17 哈維米克爾日5月22 全性戀現生日5月24 然後一整個6月的驕傲月 雙性戀自豪日9月23 雙性戀宣傳週從9月23到9月30 還有國家出櫃日10月11號 然後全國性別認同日10月16號 全國LGBTQ中心理解日10月19號 精神日10月20號 雙性人宣傳日10月26號 無性戀宣傳週10月最後一個禮拜10月最後一個星期 雙性戀紀念日11月8號 由此可見 LGBTQ的人永遠都是在被隱藏的 永遠都在害怕 他們能擁有只有的就是這一整個月 然後還有21個這個不同的紀念日 這些遠遠是不夠的啊 沒有任何的族群 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的種族 在這個世界的歷史上被這個樣子崇拜 這個樣子紀念 這個樣子慶祝 這群人好重要 重要到不只這些日期 甚至一整年365天都應該要改變來更加的慶祝這些人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文化 必須要完全被打破 重組 只是因為這些人 而他們覺得是應該的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在我們繼續前 我們先要來感謝所有我們在Coffee上面的會員 如果沒有你們的加入 這個事工是無法持續運作的 你參加我們的會員方案 幫助我們可以付房租 吃飯養活我們這些 每天在寫新聞 然後還有錄製節目的人 如果你還沒有參加我們的會員 而且你喜歡我們在做的事情的話 歡迎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資金 可以來有更多的人來幫助我們來出更多的新聞 或者有更多的服務 不過不管怎麼樣 你能給我們最大的努力就是 幫我們在下面留言 打破YouTube的演算法 還有分享給更多的人 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所以點讚、留言、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讓我們的事工可以每天都帶給大家更多的歡樂 好了 今天就來開始討論這個 國際跨性別現生日發生的事情吧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所有的西方國家 或者是所有打著自由旗號的國家 全部都把LGBTQ的議程當作是政治的主要目的 像是迪士尼這樣的大公司 背叛了99%的顧客 只為了要宣傳這些變態的價值觀 我們的基本常識 所有的科學研究 全部都要依照這些人的心理疾病的想法 跟觀點而改變 而且這永遠都不夠 白宮現在出了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你在辦護照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你的性別是X之類的 白宮也說 你沒有資格教導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應該要學他們那一套 你的小孩應該要聽老師的 而且你的小孩應該要開心的接受 喝止第二性針的藥 還要打變性針 以下是Joe Biden的一個80幾歲的性變態 告訴你這個國家的未來方向 你的小孩應該要打? 你和你的家是不正常的 這位處理會 是幫你押忆這些不正常的 我們公司 推進了一個更新的 在學校裡 在工作上 在藏門桌上 在我們的military 在我們的房子 在健康系統上 全部都在 今天我們表明還要有更多的步驟 但永遠有更多的工作 封面對男性女性和女性的疫情 希望男性的男性能夠保障 終於通過《非法律法案》 《非法律法案》 這次的《非法律法案》會讓你沒有資格 而且不能否定他們說的任何話 只要你不同意他們的想法就是違法的 他是在怪罪所有讀過聖經的人 相信聖經的人 他們是在說這些有色人種 這些變性人一直都在被我們這樣子的人打壓 我不知道我們做了什麼 我更淺一點講 一個《非法律法案》可以讓一個男人參加女子運動比賽 但是這個叫做《非法律法案》 我完全不懂他們的邏輯在想什麼 徹底的拒絕性別的基本常識 同時白宮也派出了史上最偉大的女權人士 一位男的叫做Amy Schneider 各位要記得 你們這些女人做得太爛了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成功的女人全部都是男人 Amy Schneider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不讓小孩做變性手術的話 就是在屠殺他們 以下是一位變態的老男人認為自己是女人 然後整個社會整個媒體都假裝說她是一個女人說的話 如果國王的心意告訴我們 我們其實很容易被騙成智障 這些人能長有權位 就表示我們真的是一群腦子很不清楚的人 你們想問一下他們的賣金嗎 他們真的很嚇人 有些人尤其是 那些人尤其是 禁止男生的醫療 那些都是生命的醫療 這些賣金會 會導致孩子的死亡 這真可憐 這真可憐 是騙說你想要很無恥的 驕傲嗎 那你就應該要去做 如果你不支持他們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如果你不允許在他們心智還沒有成熟的情況下 把他們的性器官永遠切除 而且破壞的話 而且無法挽回的話 你就是在殺死他們 所以說我們要幫助的 不只是在國內 甚至在國際上也要幫助他們 從現在開始 美國的護照 你可以選擇你的性別是 X 第一次的美國政府 會給你 X-Gender 上任何 document 和人們 不需要 製作醫療 的 第一次 11天 11 11 更多 人 現在 2.36 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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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沒有錯,我們的國家的護照接下來上面會有Gender X 當然有非常多我們應該要反對這個事情的理由 但是對於其他的國家來講並不是一些壞事 特別是不是西方文化的這些國家 因為他們現在可以非常容易的鎖定那些不應該進入他們國家的那些人 諷刺的是,我以為改變護照是件很困難 而且是拜登政府當天能做到最噁心的事情了 但是我忘記了,拜登政府是史上最噁心、最反美國的政權 遠遠超過那些什麼無能的Jimmy Carter、邪惡的Woodrow Wilson 你仔細想想看,歐巴馬政權跟拜登政權比起來 歐巴馬政府算是一個非常保守派的一個政權啦 我們要記得歐巴馬是這個史上最自由派的總統 選上去的時候他是支持一男一女的這個傳統婚姻的 這個就是整個美國掉進覺醒黑洞中的結果 只需要10年就可以徹底顛覆一個國家的基本常識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有Q Q是一群愛國的保守派 愛神的軍人 他們長有軍權 就算美國變得在黑暗 他們也會出來幫助我們 就算三權分立全部都背叛了美國憲法 他們還是會來恢復憲法的制度 讓我們來看一下美國軍方最新的宣傳片 來自美國空軍的Lieutenant Colonel Bree Farm的訪問 You are an inspiration to many, right? You are breaking barriers and it's important though for us I think for everyone to understand kind of what motivates you, right? What keeps you, what inspires you, what keeps you motivated? You know, what really keeps me motivated is the people that are gonna come after us Some people have called me a trailblazer in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do and that's something I really embrace because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road behind me is now paved and the generation coming after us has an easier chance to make it to where I've made it to make it where so many others have made it but then they've got the time and the energy to go further so if we can set the conditions where the folks after us get to do even greater things I'm thrilled Wow! Trailblazer! OK,拓荒者! 沒錯,他大概是靜代史裡面 美國軍官可以留這麼長頭髮的人 雖然女人的軍官也會要把頭髮綁成一個包包頭 但是他不用 這就是我們的軍事力量 一位拓荒者 一位白人 男性軍人 沒什麼好看的 結果他把他頭髮留長了 然後講話很娘炮 然後突然就... Oh my god! 你簡直就是個拓荒者 除了他頭髮很長以外 我不知道他真的拓了什麼荒 不過這個就是我們的軍隊 我們的軍隊其實已經被污染了 與其說要來保護我們的國家邊境 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 現在這個軍隊在保護的是他們自己的驕傲 他們自己的性別錯亂 自己的變態行為 當然 變性人這個議題 似乎永遠講不完 我們來討論一下 快崩潰的議題 就是你的油箱 每個人現在都發現了物價上漲了 特別是油價 現在的油價是歷史上的新高 然後拜登不讓我們的石油公司 繼續的來產油 然後讓油價穩定 但是你不用擔心 Brandon有一個錦囊妙計 這個八正圖政法會讓你 每個月省下八十塊錢的油錢 你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買一台電車 建立一個美國的清潔能力的未來 會幫助保護我們的國安保障 對,會幫助我們掌握環境 對,會幫助我們保障環境 對,會幫助我們保障 美國會建立一萬億的工作 在年代後 但最重要的 我的計劃會直接做 是減掉你的家的錢 這就是我的意思 按照我的計劃 即是現在的公司 我們可以掌握 到下一輪的電車輛 一般的車輛 會減到八十元元 從不需要用電池的油門 八十塊一個月好像不錯 只是你需要買一台新車 這可能你一個月要多花七百四十一千二 只要你再花十萬塊買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X 就好啦 對不對?只要花五萬塊買一台 Model 3 就好啦 你只要再開一百年都開這台車 你就可以開始省錢的 然後知道都是免費的 這不是很棒嗎? 除了這個之外 Brandon也發出了另外一個新的行政命令 這次不是叫你花大錢買電車 而是真正可以降低油價的 就是每天外發一百萬桶的緊急石油儲備油 這是我們的國家從一九七零年代就開始 除去的石油 因為當時也有就是能源短缺的危機 所以我們的國家開始存石油來避免 就是這樣子的危機再度發生 美國的石油使用量是兩千萬桶一天 所以每天發一百萬桶 就是一天的差不多五%的使用量吧 降價個五%有總比沒有好吧 那我們的儲備量有多少 五億九千三百六十萬桶在那個地方 然後拜登說會連續持續發一百八十天 是因為政府還是存在了美國的無關 為クオ中的無儲 Advanced財產 能不能用的證會 現在不是강的中國 Anyone先 看到 COVID-19 會自棄市場 都不會用來這個建築品 他們洗得了衍生產 公司為價值財產 banned禁製品 但這次持臟臟先ilen 或者早國人學tr後 一次出品 賀財機 优优优独播剧场—— 他在上面说 美国的石油公司 站在那些地 就是有石油的地 不挖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要没有挖石油 这些石油公司赔钱 那么为什么这些石油公司不挖? 现在油价这么高耶 那些石油公司傻啊 有钱不赚啊 NO! 是因为拜登上台的时候 禁止新的开采 而且开挖的话 你就要付很多钱给政府 采出的石油还要付相当高的税 就是所谓的环保税 因为 开采石油是造成环境破坏的原因 使用石油的话 就会造成环境污染 就算这些石油公司 把油开采出来 也会因为他们没有运输的方式 因为这些人凶 把石油运输管道全部停止了 所以这些石油公司才没有本钱去开发 为什么要花一堆钱来去 赔更多的钱呢? 他让普丁建设输油管道 导致乌克兰战争 然后不要让美国有自己的运油管道 这还不是整件事情最滑稽的 Brandon现在使用两个完全矛盾的方向 来管理美国的能源政策 那些石油公司不挖石油是因为 他的环保政策 让那些石油公司完全没办法动 他签的行政命令就是 我们不要再挖石油了 旧的油田必须要符合 新的环保标准才可以 而且不会再发新的油田执照 我们要完全转向环保的能源 我们要用独角兽的眼泪 还有人鱼的排泄物 来让这个国家继续运作 然后现在要来怪罪这些石油公司说 为什么不挖石油 使用紧急石油储备油 就不会产生二氧化碳了吗? 使用紧急石油储备的油 就环保 就跟所有Brandon的政策一样 没有一个是符合现实 没有一个是符合常理 没有一个是符合逻辑的 从头到尾都是在自相矛盾 杂乱无章 造成的就是 你的生活会越来越糟糕 美国的国力会越来越薄弱 我们在还有石油的时候 俄罗斯就敢打乌克兰了 我们紧急石油储备用光的时候 你觉得俄罗斯 中共 北韩 伊朗 他们敢做什么 这完全是一个非常脑残的举动 说脑残的举动 我们的副总统 Kamala Harris 试图要解释 在亚迈加 Jamaica的经济状况 我这一段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翻译 如果各位英文好的话 请在下面帮我翻译一下 我们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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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也认为 社会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这简直就是 跟我每次在录影 还没有被 Priscilla剪之前一样啊 经济复苏 经济复苏是为了经济复苏来针对亚迈加 在亚迈加特别的经济 以及疫情复苏转合 我们一定要去做 我们原本就应该要去做 来帮助亚迈加的经济 以及疫情的复苏计划 然后现在就要开始 这个就是我们的副总统 OK 谈和拜登之后 可能就是我们的总统 但是 我们不可能谈和拜登 对这些左派的政治人物 我们只能同意 只能认同 只能鼓励 不管他们的形式 再滑稽 再可笑 再无耻 再不符合逻辑 我们也都要无条件的认同他们 因为他们是在帮助受害者发生 他们就是受害者的正义 他们就代表着未来 先进进步 我们对待他们 要跟一开始提到的 这些同性恋节日一样 就算一年有这么多天 是属于他们的日子 我们都还是要 把他们当成是受害者 我们会花一天的时间 来纪念华盛顿 花一天的时间 来纪念我们独立 但是我们要花一整个月 再加上两个星期 还有二十一个不同的节日 来庆祝他们这群人 为了他们 我们要重组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重新认识对错 我们要完全打破传统 不管我们自己愿不愿意 这个就是这些人在说的自由 这个就是这些人控制我们的方式 而控制我们的人 就跟卡玛拉·Harris一样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好处是 今年十一月 其中选举快到了 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很有机会来翻转这个局势 所以请大家把我们的影片传给那些父母 特别是那个迪士尼的那一个 变性眼的那一个 老师出柜的那一些 把这些影片传出去给你认识的人 分享在你的社交媒体上面 让更多的人看到 这是投票有多重要 而且要亲自的去参与这些议题上面 不可以再容忍这些变态的行为 还有这些思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 我知道 你可能会以为你在帮助一个基督教的频道宣传 而且很不愿意 中国人干嘛信这些洋人的玩意儿 但是你想要保护你的价值观的话 你如果想要保护你的儿女的话 你如果想要不再被那个样子的人摧残的话 你就必须要做点什么东西 分享我们的频道 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的频道 而且传达这些讯息非常非常重要 这些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而不是持续的把小孩 还有你的孙子送到公立学校 然后继续让他们洗脑 然后telegram上面跟一群人 跟你一样的人说什么 啊啊 生成政府怎样怎样啊怎样啊 然后什么都不做 因为他们正全面的侵蚀我们的生活 他们现在已经有一整个月 再加上二十几天的国定纪念日了 接下来他们要的还会更多 节目最后我们到这边 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跟合作伙伴 各位在下面我们介绍影片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赞助商 Niji Nails My ID Abounding Glory 还有神奇传播 离开的时候去他们那边看一下 购买他们的产品 不但可以帮助到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也可以帮助到AI News 继续传播正确的价值观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